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要介绍呢 是这一家 你买完之后呢 满额买完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福袋的柜子 欸 你不晓得里面是什么 它就问你说1到20选哪一号 你就选了一个9号 然后可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其实也是差不多 都是试用包 就是各式各样的 比如说安平啊 BB霜啊 洗脸的啊 擦脸的啊 然后卸妆的啊 都有 不过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啦 就送你一个现妆棉 这一组 我觉得这个福袋还OK 算还蛮值得的 就不是像店员水手拿给你 它可能就直接帮你包好这样子 还蛮不错的 然后呢 特别要介绍的就是 在这一家呢 亦里也蛮蛮多的 就送了一个化妆包 超可爱的欸 还有呢 这个是野餐盒 也是 这个是满额之后 你可以加价买的 这个好像是加了台币不到200块吧 你可以打开看一下 它们可能一亿夏天快到了 很多人要去野餐 所以就送你的野餐盒 它有蓝色跟粉红色的两个处合 我当然毫不忧郁心 选择最可爱的粉红色咯 然后就会有它的杯子 叉子汤匙组 各两个 可以放小点心的盘子 也是两个 它等于说这个是有两份餐具在的 很划算吧 好可爱欸 这个娃娃也是加价够的 当我在买的时候我就想天哪 我要为一个加价够的产品 又要把它放个心理箱扛回来吗 可是因为它的加价金额真的太低了 不到台币100块 你说我能不带回来吗 就是我买的这一家美妆的那个正品 我当然觉得 OKOK 钱付下去先加价再说 因为太可爱了 这哪一家呢 Industry 翻译应该叫做月师风营 这一家就是绿绿的 冀州到来的那个 等待一家美妆店 然后我就觉得好棒喔 然后我觉得最夸张最夸张的是 那时候我们在买的时候 在某一家 到了这一家 Nature Republic 他就讲说 买到7万块可以送这个 手提拉杆箱 然后我就想说好吧我就买买买 然后我就不经意问了一下 请问一下我买7万了吗 他就说超过啦 韩币7万 超过啦 然后说喔 你可以把这带回家了 于是呢 我跟你讲这真的超好用 容量超大的 你只要逛的美妆啊 你一整天 你就把东西啊 全往里面装 你这一个晚上就能非常轻松的 好好shopping了 然后呢 这个拉杆箱呢 它的重量大概是 总共大概1.5公斤 它是可以拖运的 然后呢 所以我就跟行李箱 一起称重拖运之后 我就跟空服员说 这个我也要拖运 就把它拉好放好就可以了 不需要包装 然后呢 就被拖得脏脏的 但是没关系 因为这个实在太重要 一定要把它带回来 我怎么不能留在机场 就是留在民宿给老板 然后所以呢 我就想说 太方便的东西 一定要把它带回来 然后这一家店员还跟我说啊 其实他们家送正品是很大方的 就不像其他家 可能是送一些 小小的一些试用包 跟旅行组的组客 那这个就是都送大东西 我在好像两年前去韩国 买的就是买这一家的时候呢 直接送我一个20寸行李箱 我也是直接拉上飞机 然后我就觉得 哇也太棒了吧 虽然他们不是年年都会有这样的方案 但是有时候遇到了 你就觉得哇天哪 太划算了 这么好的产品 一定要把它带回来 这个呢 以上就是要与你分享的 我的美妆的赠品内容 真的很划算 去韩国呢 就是好好的逛美妆店 我算了一下 我大概逛了八家吧 就是八家美妆店 然后还有就是 一家生衡昌的 那个免税店的赠品 以下就是这所有的赠品内容啦 谢谢大家 拜拜